今天的第一组的表演 来自于韩庚的态度大师战队 韩队在正式开始之前 有什么要跟大家来讲的 好 这一组是马晓龙 还有十一 还有范范 那这次完全的风格 完全的转变 在这舞台上 你能看到梦和现实 明白 因为一想我就要去做 那个手印和脸印 我们的主题就是噩梦 这个题材吧 除了刺激就是恐怖 因为我跟小龙 就是在想这个 梦夜这个点的时候 就是有很多画面出来 只觉得这个玩起来 比较有意思 是不是很恐怖 我们这个舞 眼睛其实是全黑 需要定做 庚哥他就让 《大话西游》里的特效化妆师 专门搭飞机过来 就为了只帮我们戴个眼镜 小龙 帅 你上去卸眼镜去吗 FKM 大家不管是在任何地方 需要帮助 我都尽全力地去帮助 小龙每次给我们展现的作品 都不会让人失望 我觉得我特别地喜欢 好的吗 好 开始 我认识 我认识 你收音 我在实际上 我认识 但你多 在于 你 我认识 我认识 你 我认识 你 我的 我认识 你 你 我认识 你 你 我认识 我认识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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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次看我会是 起一身起皮疙瘩的 你也是 是吧 从整体来说 从他们个人的表现 还有他们的作品 我觉得今天太棒了 非常地宝贝 好 接下来 让我们把舞台交给 修鲁基战队的 三尔 陈胜和麦威尔 修鲁基 来 罗志祥队长 我希望每个人 可以很用心地 很尽心地去看 这一次的表演 因为在强大的外表 内心总是很脆弱 那个脆弱的点 来自于她的爱人 我们这次的作品 是三尔 她筹备很久的一个想法 然后我跟晨晨也很开心 可以帮她一起完成 这个作品是一个 很新的东西 就在舞台上边化妆 边去做一个东西 全中国 不是全中国 亚洲海都没有出现过的 三的那一组 他们就是走电影情节 她的那个妆 只要在现场 只要磨得很顺 那应该都没有什么 太大的问题 很烫 还有就是赖威尔的伤 我会比较担心 她是整个头 脸炸到那个地板 看到她那个整个眼睛里面 都还有一些血丝 然后加上这边的黑心 她有说就是 她很怕会影响到什么 因为没有加上剧烈的运动 跳舞 我怕会血管破裂 或者是什么 我觉得那个 有点小担心 加油 计划体 加油 糖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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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 The fool dreamt of bringing new forms of magic into the world But instead The created The fairy gods This contains my power It's intriguing You're alone And now bless me Why it's so mysterious Assad And now islav You're over The fairy gods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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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修楼梯战队 请马晓龙 《ELEVEN》和范范回到舞台 两组作品已经表演完毕 101位投票的评选们 如果支持泰杜大师战队 就请选择你们手中的紫色毛巾 如果支持熊龙踢战队 就选择你们手中的黄色毛巾 3 2 1 请投票 好 下台几票 谢谢大家 谢谢 这两支作品 感觉一个是惊悚片 一个是好莱坞大片 那去年给两位观战队长 还拿一票来投一投 今年我们没有了 但是如果我就特别想知道 如果你们手中有一票的话 投给谁呢 吴老师 千玺老师 千玺老师 你 我 我个人 看到的比较喜欢的会是 马晓龙 还有ELEVEN的 第一个韩根组的看到他们 真的就有感觉是在做噩梦 一出现的时候整个脸 扑出来就觉得 哇 整个好像感觉要被吓到那种感觉 真的要出来了 然后真的像韩根说的 会有鸡皮疙瘩 看到一中间的时候 真的鸡皮疙瘩起来 就觉得哇真的 这舞蹈成功了 那另外一组 那个三二你们那边 其实我也觉得 你们应用道具也非常好 你一开始的时候 说欸 你脸怎么突然变白了 然后 越画越 原来如此 然后就看到 你们整个的故事性 开始出来了 然后到最后看到蝙蝠侠 你在这的时候也 也惊讶到了 所以整个都很完美 很完美 很棒 千玺呢 我跟去年有一场一样 我 起飘 原来也可以这样子 那我也可以做一下手势吗 你就应该让千玺先说我 两个作品我都特别喜欢 然后其实每一次 马晓龙跟十一他们出的作品 我都会很 很想关注关注就是 最后是什么样子 包括我觉得这一次 最后她剧情有个反转 就是最后是真的把它拖到下面 我觉得她上一次鸟儿那个 也是到最后会有这么一个点 就能突然打动到你的点 对 然后 Sara这边我觉得 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点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到 就是 莱维尔做那个地上的 跟头翻到那边去的时候 也是顺带把衣服拉走 因为衣服当时正在场中间 会让观众觉得影响到后面怎么办 我觉得这点 我觉得很厉害 就是舞台反应很成熟 看得好仔细 然后我们两队的队员 你们当时怎么会想到 这样的主题的编排 我其实第一次编 想编这个作品的时候 是三年前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我脑袋里面已经浮现这个画面了 然后 就一直想把这个作品完成 一直找不到机会 所以我要谢谢两位 完成了我这个作品 我真的特别感谢 这是我三年的梦 在过程中 其实我们秀楼梯就是有笑有泪 那 其实威尔特别辛苦 她在练习一个高空技巧的时候 脸直接摔到地上 所以如果 今天没有化妆的话 她这边其实是 全部都是 淤血 整片是黑的 对 所以今天看到她的技巧完成 整个翻过去就 觉得很为她骄傲 因为 就于这个作品而言的话 其实我想表达的是 很多时候 其实我们 这个噩梦这些东西 可能就像困难一样 是希望大家能够去 勇于面对自己的噩梦 面对那些困难 面对那些失败 然后从你们吸取教训 然后越来越好 舞者就是这样子 好 现在票数已经来到我的手上 比赛分数是 62 比39 一 二 三 选出来的都是精华 让我们恭喜 泰度大师战队先机欲准 好 好